大家好,我是公子若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日本滑手 他是日系八字克华的祖师级人物 如今常见的日系八字克华大多都以他为模板 他就是龙则献衣 本期是他关于下后任的所有原理和细节分享 内容干货十足 点个收藏我们一起学习吧 今天将带大家提高后任克华 并分享我下后任的方法 请把这个视频当作参考学习吧 当你在克华的时候 首先你要把雪板立起来 这样板刃才能切进雪面 然后雪板就会带着你去转弯 当你把雪板立得越高 它带你转向就会越快 那么首先就要知道如何把雪板立起来 其实只要把重心移到弯的内侧 你的雪板自然就立起来了 这是因为身体轴产生了一个倾斜 从而就能撬动雪板的利刃 然而很多小伙伴会做成这样 通过撅屁股把重心移到弯内侧 就像我现在所示范的 当我做出这个动作 无论我怎样的用力 这个姿势都很难产生利刃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做这种撅屁股的姿势 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 首先说下半身的运动 什么情况下雪板立刃会到最大值呢 当你把两条腿都完全伸直了 立刃就会来到最大值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极端 当你把膝关节完全弯曲 双手能够抱住小腿 这种状态下立刃高度就会是最小值 然而在实际滑行中 如果把双腿都完全伸直的话 就会很容易失控 然后摔倒 这样的滑行方式是不现实的 正确的方式是处于这两者的中间状态 其实在这个姿势下 雪板的立刃就已经能达到最大值了 接下来希望你仔细理解这个动作 首先我的前腿膝关节是适当伸展的 我希望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我下后刃时的动作 前腿是适当伸展的 后腿是适当弯曲的 保持适当的前腿伸展和后腿弯曲 这就是你在后刃低姿态刻画时 需要做出的动作 然而大家通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就是双腿膝关节都弯曲过多 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的姿态确实也会很低 但是你的雪板却始终处在平板状态 并且很难把雪板立起来 所以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情况 只需稍微伸展你的前腿即可 当你伸展前腿时 就能稳稳地压住前腿的背板 压住背板就能很容易产生利刃 同时需要注意你的后腿 前腿在往雪面压的时候 后腿还是要和雪面保留一定空间 用这个方法就能很容易利刃啦 接下来说上半身 如果我们的上半身是往前趴的话 这样很难维持平衡 并且很难利刃 如果把上半身完全展开的话 这样确实能够利刃 但是你的身体重心会离开雪板太远 这将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姿势 所以正确的动作是 上半身要对着雪面下压 当你像我这样把上半身往雪面压 你会感到很容易施加一个压力 去给到利刃中的雪板 如果你的上半身是这种挺起来的姿势 这样确实也能利刃 但是这样会把重心过度地移到板外 那么你在滑行中就必须马上起身 你的后刃就无法滑得很完整 如果你想要稳定地控制弯形和速度 就不要把上半身挺起来 还是要把上半身往雪面压住了滑 同时再次强调 不要对着你的前刃压上半身 要对着雪面压 你可以尝试展开你的双臂 来做一条辅助线 用后手摸到前脚脚尖 让双臂和雪板呈90度垂直 这个就是正确的上半身下压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在雪道上尝试 记得要先把雪板立起来 然后稳稳地压住雪板 请看我的示范 首先我需要加速加速再加速 利刃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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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正确的后刃刻滑的动作 接下来我将给你展示错误的情况 首先我还是会去利刃 但是用一种错误的姿势 也就是这种撅屁股的姿势 你看我在很努力地利刃 但是这板刃就是利不起来 第二种错误是没有速度 如果我还没有速度就去下后刃 就会像我现在这样 我在很努力地想让自己站起来 但是没有足够让我起身的速度 最终我只能坐在雪上 接下来是第三种错误 这种情况也有下后刃 但是我的上半身是挺起来的 当我的转弯半径开始变小 我就必须马上起身 上半身没有下压 虽然也能下后刃 但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我必须马上起来 这也是很多同学常见的错误 最后大家看一下 当我把上半身压住了来下后刃 就会是这个样子 我能很容易地把雪板立起来 并且也能很容易地起身 这样下后刃你就会轻松很多 希望大家尝试一下吧 接下来分享一个具体的练习方法 就是J型弯 在练习J型弯的时候 一定要多去利刃 如果你的利刃太低 就会出现掉刃搓血的情况 这样练习就失去意义了 所以首先要努力把刃立起来 其次是让你的转弯半径尽可能小 如果你把弯滑得很大 离心力就会减弱 如果离心力太弱的话 就无法把雪板立起来 所以要尽可能减小转弯半径 让我们一起把雪板立起来 然后酷酷地刻滑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支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